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要说旅长偏爱李云龙 这也没啥好说的 毕竟他是旅长最得意的下属 旅长不疼他还能疼谁呢 但是话又说回来 在129是这个大家庭之中 团长没有50个也得有30个 为什么师长也是非常偏爱李云龙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 大家有着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是因为李云龙打仗厉害 或者是李云龙太机灵的 其实都不是 就在剧中 李云龙自己就提到了 为何老师长会这样的器重他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细节 当年李云龙刚被上级调到独立团 而此时的孔杰 在办完交接任务的时候 就准备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李云龙想将他留下 并让他担任自己的副团长 于是 李云龙就给大旅长打了电 话 被告知旅长不在以后 李云龙直接将电话转接到了师部 而老师长在接了电话以后 还真的找了副总指挥说好话 并给李云龙美言了几句 其实咱看这一点没什么稀奇的 但要知道 李云龙这个情况是属于越级的 要是叫真起来是要被处分的 然而李云龙就这样轻车熟路地找师长 而且师长还这样帮他说好话 那么 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就在抗战期间 楚云飞曾经去了一回独立团 而李云龙则当着他们的面 说过这样一番不起眼的话 当年我参加革命那会 可是给师长当了警卫员的 好了 提到这里 大家肯定就能明白些什么了 原来李云龙也给人当过警卫员 而且 还是老师长的警卫员 这就不难想象 老师长为什么要这样偏爱李云龙了 众所周知 在战争时期首长和警卫员之间的关系 非同一般 我们就拿李云龙和魏大勇来说 他可是多次救了李云龙的性命 而且 李云龙为了给和尚复仇 二话不说就集合了队伍 并准备给其报仇 当时孔杰还前来说情 但是李云龙硬实一点情面都不讲 直接使关了他的禁闭 并直接帅步收拾了 已经准备投降的土匪 也就是因为李云龙和师长有着这样不为人知的关系 所以 李云龙才会直接给自己的老领导打电话 而且师长在接到电话以后 也是非常的高兴 于是 也替李云龙办了这件事 而副总指挥 也是看在老师长的面子上 才算是答应了李云龙的这个请求 而且 我们也不难发现 李云龙在底下曾经犯下了数不清的错事 但却是一点实质性的惩罚都没有 了不起就是彻个职 过不了多久 他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这也说明 李云龙不怕犯错误 是有人在背后提他兜着呢 也正是因为李云龙有着这样的大靠山 所以 也造就了他喜欢多吃多蘸的性格 所以 这也让其他的团长都非常的羡慕 而 就连孔杰也都说 你就是旅长的宝贝 谁能跟你比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